來 鏡翔 直接介紹我是孫女 一開始我結婚的時候 因為我是從南投嫁到台北 那我完全不會廚藝 連買菜都不會 那時候我就跟著阿嬤 一起進廚房學煮飯 然後跟著她去菜市場學買菜 那時候跟著阿嬤去菜市場 因為畢竟阿嬤在那個菜市場 已經買了好幾十年的菜了 所以大家都認識她 然後她帶我去的時候 很多店家就會看著我面身 然後就會問阿嬤說 你今天來帶一個美女孩子來 她是誰 然後就會問阿嬤 那阿嬤就直接跟對方回答說 她是我孫女 這是我女兒孫 就是不是跟人家介紹說 我是孫媳婦 這一刻我就會覺得說 阿嬤真的把我當自己人 那阿嬤就跟我解釋說 她就是想要跟大家講說 我就是她的孫女 因為她從我嫁進來的那一刻開始 她就沒有把我當外人在看待 所以她也不希望別人把我當外人 她希望別人把我當鄰家的人 這樣看待 而且阿嬤真的非常的疼我 她就跟我講說 我真的覺得妳很懂我 我也很懂妳 我好像 好像是道遠 才是嫁進來的 不是妳是嫁進來的 所以她就是常常在一些小細節上面 比如說我要出門 她就會偷偷的塞鈴用錢給我 好可愛喔 然後比如說她去逛街 逛百貨公司 逛什麼東西的時候 她看到適合我的東西 她就會直接買回來給我 然後出去餐廳點菜 她會看到說我喜歡吃什麼 她就都點我愛吃的東西 所以我就真的覺得 阿嬤真的把我當自己人 而不是當外人 當孫女這種感覺很窩心 對 像這種事情 其實是女孩子在這件事情上 妳嫁進一個大家庭之後 妳喜歡的 持衣住行的東西 有被某一位長輩認證 而且記住 記住就算了 她會無時無刻的 買給妳 提供妳 詢問妳 這件事情對女孩子來講 嫁進一個大家庭 它是一種無限的光榮跟肯定 女生會覺得很感動 所以我就說 這件事情它的確就是 長輩塞東西給妳的時候 快樂 欣然地接受 妳知道有多少人 是沒有長輩在理的 對 從來沒有收過長輩 任何一樣小零食 從來沒有的 對不對 就先接受 然後我們再來慢慢地調整 是一個福分 剛剛靜香講說 婆婆叫她外孫女 這個稱謂很貼心 我記得我跟我丈母娘 丈母娘 有時候也會一起出門 人家說 這是威廉神 威廉神是妳誰 那個是我哥哥 人家也相信 因為 真的 因為老師講 因為老師講 老師講我跟我丈母娘 真的差不多大 我老婆小偶 脊椎18歲 妳知道結婚那一天 要叫她媽 我猶豫好久 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 就被一個媽這個字給擊敗了 我一直叫不出口 我忍不住說 媽 全部哄堂大笑 可是你要想 對她來講更難接受吧 就是看到妳的臉 然後叫她媽 這是對她來講 妳的心態 妳的心態 因為妳這樣也更大 妳的感受 對 還想自己 好 接下來甄莉潔 公公對我言聽計從 我老公上面有三個姐姐 下面一個妹妹 我老公是獨子 所以他們家其實就是 爸爸說了算 所以媽媽都不會講話 媽媽就是很溫順這樣子 可是只有我嫁進去之後 全家結果我不用早起 因為我本來就睡得比較晚 可是他們 就是我在睡的時候 他們如果太大聲 我公公來說 小聲一點 甄莉在睡覺 不要吵到她 讓她多睡一點 就是妳會覺得 很窩心妳知道嗎 就是她說什麼 就是她說 那妳嫁到人家家裡 妳都要睡到幾點才會起床 大概中午吧 那妳真的睡到自然醒 真好哭 真的 妳怎麼這麼睡 妳要知道我在他們家 我還不用煮飯 不用打掃 然後拜拜的時候 我也不用特別要跑去拜拜 就是我都可以 不用 可是他們其他人都要 妳在那邊等於在過 公主般的生活 就是 所以妳不覺得嗎 我很了不起 對 了不起 為什麼 他們特別疼妳嗎 為什麼妳可以這樣 公公特別疼妳 對 我覺得 因為你知道嗎 而且是公公比較疼妳 婆婆沒有那麼疼妳 沒有 婆婆更疼 因為婆婆是聽公公的 妳怎麼可以這樣子 妳是很安靜 我又在講什麼 妳是很安靜 我只是問問而已 妳想幹嘛 妳是想要挑公嗎 她只是想問清楚 我只是關心 因為社會新聞有很多這些 公公不是人的新聞 不要再講了 因為你知道嗎 公公不是人 小叔也不是人 好 來 沒事 公公就是對小孩都比較凶 所以其實小孩比較不會靠近爸爸 那因為我們家屬於就是那種 跟爸媽媽比較親的 會抱著親那種 所以像我有時候去的時候 我公公就一個人走在前面 所有人都走在後面 結果我一個人會跑去勾著他走 然後他就會很高興 然後跟鄰居說 我媳婦給我簽耶 簽我這樣子 好溫馨 他就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講什麼他都OK 譬如說像每年過年 除夕是一定要回家吃 而且我公公是住在園林那邊 而且一定要到家裡 因為他說要拜拜要幹嘛 所以就是一定要回去 可是因為我 我老公還有我的大姑 他們都做旅行社 除夕的時候常常會要帶團出去 那所以都會要求說 可不可以再早一天 或再早個兩天先吃 就是先吃年夜飯 那以前是都不行 可是後來我就跟我公公說 他們就要出國 然後還要嫁 那就沒辦法大家聚在一起 我說而且我們提早吃有個好處 二姐跟三姐都嫁出去了 你提早吃他們就可以回來 這樣人更多 所以他就言聽既從 他就OK 別人跟他講他可能聽不下去 對 聽不下去 但你跟他講他就接受了 所以整個家族只要有問題 就派你去溝通 對 就是派我去溝通 然後等到他們依序帶團出去了 剩下你跟你公公獨處 沒有 你心裡 我是想說你們獨處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們獨處的時候 我婆婆一定在 我們獨處婆婆都在好不好 你們不要這樣 你腦中的劇本 為什麼都怪怪 對啊 我就明明很震驚地在問事情 我覺得這樣一個很震驚 這很溫馨的故事 對 三溫馨 就很溫馨 真的 OK 關於這種公公跟媳婦感情很好的 在你的案例中有發生過嗎 其實是這樣子的 就是東方人比較不習慣肢體接觸 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甄莉有做了很好的一點 是說譬如說他在 大家都在的時候 他才做這件事情 對 主動去迎上公公 牽著他走 有分別嗎 有 就是如果說只有他跟公公 或婆婆在的時候 對 就是他主動去做一些肢體接觸 這樣婆婆會生氣 沒有啊 公公就打個肩會生什麼氣 不一定 因為女人的觸彈子 她如果已經是觸彈子了 你放50年她還是觸彈子 就時機跟場合很重要 對 沒錯 你可以在大家的面前 公開活潑的 並且無害的做一些肢體接觸 其實這個 其實是會溫上加溫 暖上加暖的 所以這個是很棒的方向 媳婦界的楷模 真的 媳婦界的楷模 真的 媳婦界的老師來師 對 不是什麼都可以灌老師來師 你知道嗎 可以 從此公公不再偏頭痛 可以想很久